我們要來看一下這個Virtual Box這個虛擬系統 那麼剛剛各位一來的時候我們不是有安裝了嗎 對不對 我要問一下大家就是 平常 你有沒有去過不該去的地方 問這種問題好像大家都不太好意思回答 秘密 就是有些網站你不該去 所謂的不該去有幾種東西會不該去的 第一個就是有非法的東西 比如說有可能有軟體 有影片對不對電影 有音樂 那或者有的有色情管他的 反正就是比較容易陷入危險的地方 那你平常如果你會假設你有去過的 那你都會用自己的電腦去嗎 還是用學校的電腦 還是用光用電腦 但是這樣都不是很安全對不對 如果假設那台電腦是你平常工作用的 我們通常都會希望工作用電腦就是比較單純嘛 就好像你一定會 假設家裡面有小朋友 你一定會告訴他 那我的電腦不要亂動 有沒有 我們希望因為小朋友有時候就會 你會 給你 我的東西怎麼不見了 那麼 在這邊呢 給各位一個 參考方式 事實上虛擬系統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 你可以做一些測試的動作 也可以怎麼樣 去一些不該去的地方 但是這個還是少去啦 還是少去 但是就是說有時候你不得已要去 你知道那邊有東西嗎 你想去稍微 查一下 這個時候你可以利用虛擬系統 反正 系統又不會是平常 他有問題 他有事情 虛擬系統重新再來就好了 那所以會比較方便 那我們現在呢 來看一下 如果你已經裝完了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 你可以看到我裡面有好多個 對不對 就是說你 一台電腦事實上因為現在的 電腦的速度 真的還算 不錯 你事實上不是只有 只能做一個系統 做系統的方法有好幾種 一種是像我們這邊電腦一樣 開機的時候不是有好幾個選單 你要選要進SP 還是要進哪一種 但是這種方法 有個缺點就是你不同系統之間檔案是沒辦法共用的 所以我今天發現那個地方有少 我這個地方有檔案放在別的系統 那很抱歉 你就是要重關機重新開機 在哪邊摳出來 然後再 重新進去 這樣比較麻煩 那虛擬系統的話呢 他就是在你現有作為系統之下 我又產生別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比較懷舊的 這個98很久沒用了 還記得曾經有過這一號人物嗎 Windows 9598 這個是我是拿來做懷念版的 平常不太會去用他的 但是就是有這樣的 那其他的也是一樣 所以像我現在有賺一個SP 有賺一個SP 所以我就可以在我的電腦裡面怎麼樣 同時執行多個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在裡面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在裡面去 某些網站 我就可以透過 裡面去執行 那裡面就是一個完整的作為系統 所以 我裡面是可以關機的 我先不要關機我重新開機好了 所以只要你的硬體 現在的硬體應該都夠 只差在一個就是你記憶體夠不夠多 還好我們SP還算可以啦 SP的佔用的空間 就是記憶體不用太多 你看這裡面是不是重新開機 如果你要他有音效卡也可以有音效卡 也可以有聲音的 這樣您了解了嗎 所以現在呢各位 你們的 應該已經都有裝好了 都已經有裝好一個這個 虛擬系統 您可以從上面這邊做一個所謂的新增 在這裡 做一個新增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除了剛剛講的那幾個原因 還有很重要的 我們是不是有提到 系統要不要做備份 我要讓你在裡面直接做 我怕你在這邊做把這邊弄壞掉了 他們後面兩位就完蛋了 就很有的做 所以我們在虛擬裡面玩 那這個東西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回家玩 所以 但是有個前提啦 那個SP 就 不是那種 公開的那一種 那就適合給你玩而已 OK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地方按新增 好那你新增之後你的作業系統要是有什麼名字 隨便你 比如說我這個叫TEST 你可以選擇你的作業系統 是哪一種 是哪一種 那 其實說真的你選哪一種 到後面都可以改 那不是很重要 它只是一個預設的設定而已 那我們現在呢就用SP就好了 所以你就直接下一步 還有你記憶體要給他多少 請問你們電腦的記憶體都有 有多少的幾G 不太清楚 大部分 如果您是Windows 7 以上的系統的話 大部分都是4G 比較多 如果是SP的 大概是2G 大概是2G 那也夠 那所以您可以自己決定說 好 我今天 要分配給你多少 這個最高的數值 就是看 決定你的那個 記憶體 我這一台Nodebook是8G 所以最高這邊可以到8G 那預設的話 你可以用192就好了 256會跑再順一點點 但是也還夠 所以你是SP的系統也沒有問題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說我的記憶體要給他多少 然後下一步 下一步就重點了 預設的話 它會讓你建立一個什麼 空白的虛擬硬碟 空白的 空白虛擬 但是因為那個硬碟我們幫各位準備好了 所以您只要選擇下面這個 使用現有的這個檔案 那麼各位的檔案都放在您桌面上的新資料夾裡面 您選好了之後 如果你從選這個 把它選好之後呢 就可以一直 下去了 後面步驟就一直下去就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 跟我一樣 開機完 就是這個畫面 OK 因為我想說在這邊 各位 應該不太有時間 再從SP然後從安裝一直做到這裡來 所以我先幫您把它裝起來 裡面完全都是空的 完全都是空的沒有什麼東西 這樣子 SP裝起來 但是我桌面上有把我們那個備份軟體 先幫您放進來了 先把你放進來 好 那就麻煩各位您先試看看 新增一台機器 虛擬的機器 現在呢 大家已經把這個虛擬系統 我們剛才已經把它建立起來 對不對 那麼如果說 我們因為現在要讓各位去實際去 試一下就是 你怎麼樣幫你的系統做備份 做備份 我相信各位那個硬碟 你們現在硬碟應該很多 空間很大吧 硬碟 硬碟 硬碟除了PC上面通常會有1到2顆嘛 可是很多時候你是不是還要自己再買另外1顆到2顆去做備份 對不對 就備份資料啊 不管你用哪一個都沒關係 那麼 我們在虛擬系統裡面呢 因為待會我們要做備份 系統的備份 比如說你系統是在吸潮 你不能把自己備份到吸潮 就好像說要你表演 表演什麼 把自己 抬離開地球表面 請問你可以表演給我看你把自己 抬離開地球表面嗎 你可以把別人抬開但是自己不行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作為系統本身在吸潮的話 你不能夠把 備份的東西 又備份回吸潮 那這樣就自己備份自己 就變得 無限循環 所以說我們現在呢 還要多做一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來各位看一下囉 我們還要多掛載一個什麼 掛載一個那個 就是 哇這裡我沒有寫 就是有一個空白的來各位看一下 在這邊 我在這邊有幫各位準備一個 你看我們軟體裡面 除了有一個就是做好的有沒有一個叫backup 備份空白硬碟印象檔 各位現在平常比較少買自己買硬碟對不對 你待會兒可以自己做 但是自己做就是還要經過一個動作叫做格式化 有做過格式化嗎 平常這種事情比較少做 危險的有風險的都找別人 以後要怪他就好 開玩笑啦 就這個其實你也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那我這邊我幫你做好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呢 因為我們現在裡面你可以打開來看 我裡面只有吸潮 你看我們檔案中管打開 是不是真的只有吸而已 對不對 沒有其他的 那這樣怎麼辦 不行啊 我待會兒要備份的時候就 不知道備份到哪裡 所以我有幫各位先準備好 所以要麻煩各位你先把這個電腦關機一下 你要把這台關機一下 不是外面那一台 你不要關錯了 我要關的是裡面那一台 來的那一台 來的Windows SP 我按你找的是裡面那一台 好 你找到之後呢 事實上這些設定 包括你剛剛 所看到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做 記憶體有沒有 我們剛剛預設是給他192 你如果覺得不太夠 直行講不太順暢 你也隨時會來改 但是要記得一個前提 因為你要改的是他的系統設定 所以必須要關機 好必須要關機 好 你找到他 找到你剛剛那一個 上面有一個叫做這個 設定值 有沒有 從上面這邊 你找到你剛剛那一個 那個設定之後 按一下 設定值 他就會跳出你剛剛第一次 執行的那個畫面 有找到了嗎 有了 你找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存放裝置 存放裝置 預設的話 我現在應該會有 你現在預設 應該會有兩個 一個就是一顆硬碟 再加上一個光碟機 對不對 一顆硬碟加一個光碟機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光碟機 來這邊 你看 你點到第二個系統 這裡 第二個系統這裡 這裡有一個開機順序 如果 你有需要那個什麼 一般 對 我是沒有加軟碟啦 因為我裡面 沒有加 你們的預設應該是有 反正我現在就是用硬碟開機而已 好硬碟開機 如果你的那個 記憶體 你想要調多一點 就是在這邊再重新修正就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呢 先進到第四個 叫做 存放裝置 存放裝置 你點這邊 慢慢看一下 點到上面這裡 右手邊這個 我把這個定格一下 你點到左手邊的 有一個叫存放裝置 然後點到這個地方 之後 這裡就看到 這一個 所以 現在不只可以買電腦 買硬碟 隨便 你喜歡多少顆硬碟自己加 有沒有 有看到嗎 都看到了 那麼 在這邊的話呢 就要麻煩各位囉 你從這邊 找到之後 我就來這裡加進來 從這裡加 好他會問你一個問題 一樣 是你要選擇現有的 還是用建立新的 那我已經有幫你準備好 那個我已經格式化好了 所以你就選擇一個 現有的撕跌機 好 好 那 找一下 剛剛這個檔案 就是有一個backup HD 這個比較小 因為我裡面都沒有放東西 60MB 60MB而已 這個比較小 我已經格式化好了 好可是我們剛剛的虛擬系統 是上面這個對不對 這比較大 這裡面已經裝了作為系統 那下面這個是單純只有硬碟 格式化好了 10GB的 你選好之後就把它 確認 裡面就多一顆硬碟出來 有沒有 有沒有 就這樣 加完了之後你真的 按確定 就可以再把這台電腦 再啟動 就可以再打開 你看我現在已經加完了 我把它按確定 我重新啟動一下我的電腦 裡面會多的 一台磁碟機 好你看我進來裡面 我們確認一下各位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的電腦多了一個磁碟機 對不對 所以請你先確認一下有沒有多一顆 如果有多一顆的話呢 你現在就可以很安心的來把這個 層次把它裝起來 裝層次大家就都會 你知道會下一步就好 好不好 你先試看看 先試一下 確認一下 你打開檔案總管確認 有沒有有 兩顆磁碟 硬碟 兩顆硬碟 看得到之後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真的實際做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系統配分